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厨房当中 咸就当盐讲 盐的俗语就有很多 是吗 你给说几个 刚才说了 百味盐为首 要想甜加点盐 这也知道 还有常听的那句 哪句 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走过的路比你吃过的盐都多 你看 都有盐呢 我不想知道这个 我就想知道盐打哪咸 醋打哪酸 那你知道这盐打哪咸的吗 这我还真知道 知道 我还真知道 那问问你这盐怎么来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俩就给大家演绎一小段 让大家领略一下盐是打哪来的 走 盐氏兄弟 上台鞠躬 大家好 我是海盐 我是盐盐 我们兄弟姐妹那是非常的多 尤其我们都是打水里来的 有胡盐 有井盐那都是 是啊 我们跟你可不一样 我们都跟那个孙悟空似的 就是从石头缝里缝出来的 就是从高老庄轰出来的 别想说 哪有你这形象孙悟空啊 我跟你说啊 我们的海盐非常浪漫 有歌就是唱我们的呀 怎么唱的 大海呀 大海 是我生长的地方 海风吹呀 日光晒 让我凝结成白霜 多浪漫 行了 你跟我们没法比 我给大伙唱一段吧 说啊 大主板响连天 今天咱们唱唱颜 高质量的就打碎 它个低质量的做卤水 量晒提纯 做成盐 祝大家幸福的生活 比蜜甜呐 比蜜甜 不对不对不对 你不是盐吗 怎么还比蜜甜了呢 我们厨房有句话 要想甜 加点盐 反正咱们盐是家族 非常的庞大 对 有粗盐 有细盐 有道是粗盐好 细盐妙 放大的菜里有门道 有门道 我怎么也唱着快板了 你就顺着我那爬了 接下来我们到厨房里 给大家看看 那今天我们都用什么盐 好 且听我来盐 今天我们也请来了 粤菜大厨 邓大厨 大家好 我是粤菜大厨 邓建飞 邓大厨 咱们粤菜当中 这个跟盐也很有关系吗 必须有啊 而且是我老家的 广东的三大名菜之一 盐焗鸡 我们客家的 所以今天咱们就要做盐焗鸡吗 对啊 老是听说盐焗鸡 一回都没吃过 那咱们就边做边说 来 首先笋鸡特别重要 三框鸡 而且这个里边的这个历史特别悠长 客家人南迁的时候 那个鸡活着带不走啊 杀好了说用盐敷着 就带走了 盐算一个保鲜剂 是 你看去到每一个地方 然后都有它自己一个小地方的 一个演变 我就用了一个芭蕉叶的清香 放到这个盐焗鸡里边 好 先准备一点小料 取葱味 味道就好了 好 杀姜 大大厨 盐在咱们这道菜里头 有什么作用啊 您看啊 第一步入盐 水分杀出来 放一点点米酒 红葱 你可感受到一股清香 清香 对吧 对 第二步要调一个汁 干的杀姜粉 黄姜粉 鸡粉 花生油 第二是加盐 调味 所以蔬菜的料加盐 对 我们调味粉里头也加盐 你看就调成了这样一个汁 对吧 就是黏稠状态 对 这个时候我给我们这个鸡 做一个按摩 因为它整个的肉特别紧实 我一般做之前我就会这样 会给它稍微压一下 这样的话会更加容易入味 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些香料的汁水 先涂抹一遍 既去腥又增香 完了之后呢 就分成两次加入这个 盐鱼鸡它都颜色特别黄 对 跟咱们调的这个湿料是有关系的 也有关系 但是鸡的品种也很好 让它表面上搓匀 这个时候呢 第二遍就加入鸡的腹部 这个味道也得从里面入进去 对 对 把这些料放在这松腔里面 飞进去 对 这个鸡哪一边肉更厚啊 那肯定是那个 鸡腿 对 腿那个胸那部分 对 和胸嘛对吧 对对 所以我们腌的时候有一个技巧 这样麻烦的时候 香料里面的汁水 伸到松腔里面去 这个盐味渗透下去 必须要有两到三个小时 这么长时间 对 现在拿一个盘子盖一下 放在冰箱里 为了让你解解馋 提前准备好了一个 腌了两个多小时 风干了两个小时 为什么要风干呢 腌的时候盐会出水 最起码处理要四个小时多 才能开始做这只鸡 对对 来 上火的大锅 咱们的盐焗鸡干嘛呀 这大黑锅 一会儿这不都弄黑了吗 骨法盐焗啊 就必须有足够量的盐 都放在面 来了 这个肠面太壮观了 这都是什么意思 粗盐 对 因为鸡还是会有一点水分出来 如果用到太细的盐的话 它会用过这个水分 回到这个鸡里面了 这样粗盐可以吸收一些鸡 出来的水分 没错 今天让您当回厨师行不行 可以啊 炒盐呢 炒盐 好事不想着我 就这累活 这苦活都让我来 您这边帮我炒着啊 好 我这边把这个鸡包裹起来 先用一层芭蕉叶 帮我摊开来 这个是红培的油脂 缩一点油 你看刚才已经裹了一层芭蕉叶了 是 还要裹油脂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让它那个汤汁包裹在里边 对 然后我们就对着包裹来 叠一下 这样包完以后呢 这只鸡我就可以拿回家去了 你别急 我白炒了 我 还没好呢 这个等下 油脂还会渗到这个脂上面 然后呢 我们还会有一张脂 让它这个盐不脏了 这个脂是什么脂呢 我们广东客家叫竹笋籽 它有两个意义 第一是它用竹子做的 第二呢它的形状 就是颜色很像竹笋 还真是 对 邓大叔 我这铲子都炒坏了 看见没有 我就说盐的温度高 你就不能用这个 我都给你背着呢 你说你早说呀你 对 来 就等它用坏才给你拿新的 我跟你说这比内臣多了 这个 你看这个纸呢我们也是对折 这边 叠过来 叠过来 八角叶的绳子 所以八角叶每一个部位 都能用得着 对 行了 这个是不是炒差不多了 这闪就变了 这个盐好没好 有两点 第一是看颜色 有点微微的发黄 还有一个呢是听声音 啪啪啪啪响了 对 说明它的温度够了 好 捞三至二起来 差不多 好 这个时候呢 底下可以放一个八角叶 八角叶 兜住等一下出来的汤汁盖盐似了 这就是一个特别舒服的盐浴 盖上盖子 焖80分钟左右 这个盐它有一个特殊作用 它有很强力的这个渗透压 没错 盐随着温度上升的时候 一部分是水蒸气 一部分是盐本身的温度 就熏到这个鸡里面去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强调一下 这道菜里用了多少种盐的方式 第一回用盐 把那个配菜的味道激发出来 第二回呢做了一个调味 第三步就是炒盐 所以你看这个盐 在我们这个烹饪当中 起到多样的作用 除了增加味道 它还有这种纯热的效果 没错 这个盐在这道菜里 真是展现得淋漓尽致 是 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咱们看一看 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好 来 请看 其实没什么变化 对 但是里边那是有变化的 给它中间搅开就行了 真的很诱人 很亮 是 刚一打开 伴随着这个芭蕉叶的味道 就出来了 对 非常的清香 在吃之前呢 我们还要经过一个改刀 对吧 对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剩余的一点汤汁 给它倒回去 从小到大吃这个盐焗鸡 就配米饭 绝配 这也太入味了吧 来小缝米饭 绝了 就是为什么夹着米饭会更香 因为那个盐完全适入到鸡肉里面了 对 它那个咸味跟米饭的这种香气 刚好融合 没错 就更加下饭 它有一种盐烤出来那种香气 嗯 皮里面的肉都不柴 而且都是非常非常的嫩 很多的菜啊 都离不开盐 同一个次放这么大量的盐 别让它放得多 但是它并不咸 是 我今天做这个成功了吧 太成功了 哦 邓大厨啊 用盐让这个肌肉得到的升华 就如同变魔术一样 非常的神奇 哎 你们知道盐它还能变魔术吗 不知道 啊 那接下来略一下盐是怎么变魔术的 走 盐控魔术师上台鞠躬 大家好 我就是盐控魔术师小池 大家好 我是盐控魔术师李涵 那今天呢 我就要用我控盐的方式 给大家变一个颜值非常高的魔术 你行吗 你还变魔术 还行吗 你看我跟你说 连这个 里面外面都没有 嗯 今天不用这个 不用呢 你拿它干嘛呢 不是 我今天要变一个更神奇的魔术 我倒看看多神奇 这个魔术是这样的啊 我会把鸡蛋放入这杯水里 鸡蛋就沉底了 太神奇了 你看看 我放它也沉底了 我磕碗里还是鸡蛋汤呢 不是 让您喝它 嗯 一会儿它呼哟呼哟 它就飘起来了 还能飘起来 神奇不神奇 神奇 那我看看 那我就当着大家的面给大家变化了 来 各位不要眨眼啊 我看它怎么起来 来 准备 嗯 一 二 看那边 怎么了 让我看什么呀 来 魔术 成功了 我这个鸡蛋是不是飘起来了 确实飘起来了 对啊 那旁边撒这堆盐 我可也看见了啊 忽略小细节 知道它是什么原理吗 这谁不知道 盐都看见了 对对对 它就是因为那个盐呢 增加了水的密度 嗯 所以呢这个水的密度一大 那个鸡蛋呢自身它就浮起来了 你这不算神奇 嗯 我能让盐跳舞 那你要真能让盐跳舞 算你变得厉害 那你看着呀 我先把我的魔术道具变出来 哎 不是 就变出点这个 一个过碗 这有什么神奇的呀 我这还没开始变呢 就能让盐跳舞了 咱这戏法就来了 好 好 把这盐 先撒在纸上 这不也没跳舞吗 得有音乐才能跳舞 有音乐 一会我唱个歌 你配合着跟它一块跳 行 注意啊 快试试 走啊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这怎么还有火车的声音呢 我眼温暖了我的心我 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 火光照亮了我 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 好像天上星星最亮的一刻 你打一会吧 你别 你别唱 你都不唱了他怎么还唱啊 这神奇不神奇 什么神奇啊 我都看出来了 这底下肯定有东西吧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你这叫什么魔术啊 你那也不叫魔术 把那鸡蛋放里头倒点盐 不得腌鸡蛋嘛 不 我跟你说啊 咱俩这魔术啊变得是差点 但是咱厨房里有位大厨 用盐就能变出美味 想不想尝尝 想啊 一块看看 好 来喽 大厨都已经开始做上了 对 做盐水鸭老鲁 大家好 我是来自南京桂花鸭的贾友文 是咱们南京板鸭和盐水鸭 非布置文化遗产的省级传承人 欢迎贾大厨 贾大厨 刚才您说您是盐水鸭的传承人 对 板鸭 南京板鸭和盐水鸭制作记忆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你给说一遍 这没听懂啊 你说一遍 板鸭 盐水鸭 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多厉害 多厉害 但是我特别好奇啊 比方说我们到了南京 会买一些板鸭 鲜水鸭 对 那这种制作方式也是需要大量的盐吗 是的 这个盐就贯穿在制作过程中 咱们要做好一个盐水鸭 首先要选鸭 我们选的是当年的子鸭 这种鸭它有什么好处呢 肥瘦比例比较适中 吃起来既不油腻又不柴 做我们南京盐水鸭有一个口诀 叫做炒盐烟 青乳腹 风的干 煮的煮 那我们首先叫炒盐 明白 那么现在锅 你看适当已经热了 把盐倒下去调到中高火 火大了就糊了 细盐它比酥盐相比 它更容易糊 对 它接触面大 用盐烟 我们就直接放盐就可以了 咱为什么要炒热再盐呢 这个盐里面有一部分水分 把它水分给它炒出来 同时我们一会儿会加入一点香辛料 然后让这个盐呢 在烟鸭的时候 它的渗透力更强 还带着一点淡淡的香料的味道 明白 你可以感受一下 来 我试试 原来我炒一炒 炒鸭 你看你刚才炒的粗盐 再感受一下炒细盐 有什么区别呢 炒起来比较轻松 不那么费力 但这个容易糊 对 这叫问大厨 小句话就是 没有一只鸭子能离开南京 咱们南京人应该都挺爱吃鸭子 对对对 那边气候是比较潮湿 你看这么是良性的 吃的鸭子它综合一下 它感觉吃下夏天更舒服 它特别解热 对 而今天这个盐水鸭呢 可以说是南京鸭子菜当中的 一个代表性的美食 对对 你看到颜色它已经开始变了 大概在120度样子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八角加进去了 炒这么个两分钟左右 就差不多了 好 八角不能放早 放早了以后它炒八角香味 在这儿啊 它提前跑掉了 哦 关掉 这参加有关火 这个盛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让它自然冷却 好 看了 这个鸭已经开了 这个就是我们用过的鸭 它上面就有压制的杂质 雪阀 就是脏的 我们叫 捏浮沫 对 这个老鸭是不是就跟我们理解 那种老汤是一样的 对 所以在南京人讲做盐水鸭 我们都是百年老鸭 反复使用反复熬 把它这个里面杂质去掉 一般熬一锅卤 我们需要两到三个小时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盐也冷了 我们一会就可以再干腌了 好 那这个鸭子就是我们已经清洗好了 把水给它捏干了 然后我们才可以腌 咱们腌的时候就不用戴手套了吗 因为我们一会要给它做个按摩 戴手套按摩起来 它那个渗透力还不行 明白 那我们就开始了 来 像这个鸭子一般要用到四两盐 一大半呢 挂到这个内箱里面 这样我给您倒一点还是 不要 我就抓 我就要自己抓一下 因为我这手有素的 我一把就是一两 手就是尺子 一抓臀 一抓臀 一抓就是一两 对 然后就迅速地摇晃 这个盐在里面就均匀地裹在内腔 明白 咱们就内腔腌好了 再把剩余下来的盐 撒到这个底上就可以按摩 因为手还有一点点热量 它可以倒入进去 摩好以后要腌到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都睡着了都 三个小时前我已经腌好一只了 腌好了 太好了 能看到它这个皮是很紧致的 基本上水分都没有了 对对对 是吧 刚腌好的它是红里带白 看到这里是白里带红 对 还真是这样的 对吧 然后我们就要用到湿烟了 直接把这鸭子放在我刚才 我这个卤水上 这个卤水太烫了不能用 自然冷却下来的这个老卤 要用冷却下来的老卤 这个热了下来以后 它表皮出油了 然后容易坏 还有一个就是说 表皮咸 里面都生存不了了 它容易变质 明白了 那这个老卤在哪呢 老卤我们也准备好了 在后头呢 在后面 我给您拿过来 是这个吗 是的 天哪 为什么要拿这么大的桶 还要这么深 因为它泡下去要把这个鸭子 完全进到里面 你看这个熬好的卤 它上面有大量的结晶 一眼见底 茶汤的一种 对对对 茶色 这看颜色很深 非常清楚 对对对 然后我们下去的时候 要灌 把这个内墙里面全部灌满乳 反复个两三次 再灌满乳 明白 然后把它就泡到里面 就可以了 您说咱为什么一定要经过干盐 又经过湿烟 这个湿烟有什么作用 这个湿烟就是让它的风味 进一步的形成 受着这个盐分它更均匀一点 然后呢 同时我们这个老卤 是经过反复使用 反复熬制 它里面有很多种这个方向物质 会融入到这个鸭肉里面 大概卤多久 这个也卤三个小时左右 这个卤完了以后 我们还要风干24小时以上 还得干净天 太早了 对吧 明天 再见 等一等 那个风干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它颜色又不一样了吧 是的 这时候的鸭子 鸭子煮出来就更香 皮更脆 那这样的鸭子 我们这回是可以制作了吧 对 这可以直接煮了 我们准备好了大锅和热水 上个热水 来喽 好 那这个水已经开了 我们就可以下锅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个钩子 钩住它 给它灌水 这个叫倒汤 倒汤是什么呢 倒汤就是让鸭子里 内参的温度和外面的温度一致 每15分钟要倒过一次 然后我们就下调料了 八角 生姜 小葱节 这就可以了 咱们鸭子叫盐水鸭 为什么这锅汤里头 没见到能夹盐呢 这个不需要 因为我们在前面 干一横事件时刻 很多盐了 这时刻你看 我们用这么多水 释放这一点盐出来 先让盐把血水渗出去 对 然后又用盐入味儿 再把盐再释放出去 对 一会儿我们会用鸭栗子 把这个鸭子完全浸在水中 上面也不能盖关系的 给它焖起来 你如果盖着盖子以后 它这个腥味上到那个盖子 形成蒸汽下去了 下去了 污染它这个组织水了 那接下来观众们就来了 你还记得吗李涵 刚才干烟2小时 湿烟3小时 风干24小时 这回煮咱得快点了吗 煮要一个小时 好 比刚才快多了 这个煮一个小时 出来还要等到2到3个小时 告辞 不 我已经准备好一只了 准备好一只了 阿姨 接下来我们看看熟的鸭子 什么样 太期待了 因为那个等了半天了 终于等到了 对 完全是那种黄金的透亮色 特别想尝一口 那接下来是不是给我们改刀一下 就我们叫 切一下 蘸 好 蘸 来 您怎么还把这个鸭尖给留着呢 这个在我们南京啊 有一个小故事 因为南京都爱吃鸭子 禁迪就要上门 藏母娘肯定要捎一只鸭子 藏母娘要看这个鸭子 要是看得上了 然后她上来 加个鸭屁股给她吃 就是鸭定了 行 鸭定 鸭定就是你了 行了 咱们夏大叔看上你了 但如果要是看不上 那就加一个鸭腿 你可以走了 哦 这样就让你离开 哦 故事是玩笑 咱们进来尝尝味道很重要 太好了 太好吃了 我这一回吃到这么有嚼劲 它还很软的这种鸭肉 对 原来它只有咸味 反而是这个盐的咸味 体现出了鸭子的鲜味 恰到好处 对 对 因为我们那个煮啊 其实是一个排盐的方式 对对对 它就是本身的这个鸭肉的香味 通过我们这个盐的这个工艺腌制 让它这个鸭肉香味更加这个突出 我也第一次感觉到 咱们这个这么普遍的一个盐的食材 就能在这道菜里起到这么大的作用 那说到盐 那就不得不提到我们非常辛苦的 盐工兄弟们 那接下来我跟李涵 就给大家扮演一下盐工兄弟 盐工兄弟 上台鞠躬 咱怎么老鞠躬啊 因为接下来咱们就这时装备 就证明咱们是盐工了 就您这个体型都胖成这样的 还盐工呢 那我这体型差点 你这么瘦 你也不像盐工啊 咱们充其量就算个盐工学徒 你知道盐工都干嘛吗 知道啊 才打力台 这一听就是体力活啊 哎呀 那咱俩干什么 你也干不了啊 这么着吧 咱俩给盐工们喊喊耗子加加油 盐工耗子你会吗 我可不会 我教你 您教我 你就唱一句啊 走走走 行 那咱把这个气势可得给人穿 对吧 让大家感受一下那盐工的感觉 抬起这个盐来 来喽 这得开始 走着 等会我使劲了一点啊 来 separate 去开 Jo 喊哪 去走 走走走 嘿 走走嘿 坐 前进呐中旦呐 草在 customers 嘿 坐的 嘿坐 嘿 坐的 嘿坐 迈开又打不有走向前呐 嘿 坐的 嘿坐 嘿 坐的 嘿坐 嘿 坐 Oppos 嘿 坐地 我别 describe 你闹我当傻小子了 怎么啦 干嘛 就一直累着我 我你往下唱啊 我就會這兩句 你會兩句你讓我跟你唱 沒關係啊 我會兩句沒事啊 咱們聽一聽啊 咱們嚴公耗子的非一純誠人 教咱們唱上一段 大家好 我是非物質文化遺產 自貢延長耗子項目的 代表性傳承人 來自四川青凡大學 音樂學院的羅力章 我現在是在自貢的深海景 這是一口有著200年意識的嚴景 今天將在這裡為大家展示 咱們自貢的延公耗子 在早期的汲取地下爐水 主要是通過人力 通過撞盤裝置與華人多組合 汲取爐水 洋公們一領眾賀 在耗子身中默契勞作 黑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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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 是 耗子有著極強的功能性 在多人的協作勞動中 通過喊耗子 可以讓我們做到動作一致 同時增強勞動激情 減少勞動的疲勞感 聽聽人家喊那耗子 再聽聽你喊的耗子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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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我跟你說 除了鹽邦耗子 人家自貢當地 還有非常有名的鹽邦菜 什麼叫鹽邦菜呀 看看去 鹽邦菜因言而生 根治於千年景言文化 既具備川菜麻辣鮮香的特點 又具有獨特的烹飪技法 和口味類型 是川菜的重要組成部分 以餵厚 餵重 餵豐 為其鮮明的特點 最為注重和講究調味 是川菜的代表菜氣之一 看完鹽邦菜 咱得嘗嘗鹽邦菜 來 大家往這一邊看 這位就是我們鹽邦菜大廚 大家好 我來自鹽東自貢 我叫周國民 做鹽邦菜做了三十間 鹽邦菜其實有很多朋友 不太了解 它其實也是川菜的一個分支 對不對 對 屬於小盒邦系列 鹽邦菜其實分鹽商菜 鹽府菜 鹽公菜 今天我跟大家帶來的 就是一款鹽公菜 鹽烘豬肝 我首先介紹一下這道菜 鹽邦菜好多人就覺得是 重油 對 重鹽 重味 但是今天這道菜 我們不用油炒 不用油 不用水煮 只用鹽 這聽著太新鮮了 豬肝已經洗乾淨了 進行醃製 加鹽 胡椒粉 糖 生薑 大蔥 八角 青花椒 紅花椒 冰香 薑茴薑 香葉 料酒 今天加的調料非常的多 對 馬進去的鹽去掉豬肝的腥味 讓豬肝第一道入味 留了五分鐘左右 咱們自貢叫鹽都 對 因為自貢它其實就是產鹽的地方 所以說自貢的井鹽是屬於黑鹵類 礦物質裡面是最好的一種鹵水 以前的鹽工它條件不太好 它沒錢買油 對 對 對 所以說這個菜在鹽廠 鹽是不要錢的 所以說鹽工們就利用現有的條件 做這一道菜 在兵地制宜 對 用它們最常見最擅長的鹽 對 做出了種種的菜系 對 馬好了 好了 放在旁邊醃製好要醃20年 我們這邊就開始炒鹽了 炒鹽 好 我們現在用細鹽炒 用細鹽炒 對 好 加入紅花椒 青花椒 冰香 茴香 三奶 八角 這個是陳皮 要把這個炒黃炒出香味 好 剛才講了不用油不用水 你看比方說油跟水在這個鍋裡長時間煮 它那個溫度太高了它是不耐受的 對 但是你看鹽經過高溫 它既能保持那個溫度持續升高 然後它又能讓這個食物增加不一樣的香味 就是鹽的傳統性 這個料就炒好了 放旁邊 備用 豬肝已經醃製得差不多了 好 豬肝要改刀是吧 花個花刀 改花刀的目的上它更容易入味嗎 容易入味 然後容易炒熟 但是這一刀它其實並不切斷 只是把它開口 對 要把這個豬肝面上的水分把它吸乾 現在我們就開始炒了 開始炒 起鍋 我要一點粗鹽 這次為什麼又換成粗鹽來炒 粗鹽受熱 把豬肝燙熟的原理 細鹽炒的調味鹽 它是加料 加味的 是吧 等於是通過兩種鹽 兩種鹽 做一個豬肝 對 好的 混到一起炒 豬肝放進去 要在這裡面用鹽的溫度把它烘乾 而且這個烘的時間也比較長 40分鐘 這樣要40分鐘 對 很慢 最後這個鹽會變到什麼顏色 厚色 然後豬肝呢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可能只有三分之一了 明白 會收縮 因為它裡面的水分 水分都沒了 都被這個鹽的熱量所揮發掉了 這就是黑鹽發黑會發灰 灰鹽呢 灰鹽發黑 我跟你說熱烤都費勁 我們在說這過程當中 它一直要炒40分鐘 確實挺辛苦的 對 之前做好了一份 給大家看看 好 40分鐘炒熟以後的樣子是什麼 哇 這麼黑嗎 最後 我給大夥拿鹽做一個對比 您看看 這是我們炒了大概 5到10分鐘左右的鹽 對 能看到我們炒的鹽 它有發黑的跡象 但是沒想到40分鐘 它會變得這麼明顯 對 給我拿一瓶水 這個豬肝一定要清洗一下 不然吃著就是一定要鹹 那接下來咱就改刀了是不是 開始切了 好 一會兒吃的時候 可不能蘸醬油 一會兒還有蘸底 是用辣椒麵和花椒麵 另一種是白酒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就是這麼來的 好 接下來我們擺盤 擺盤擺上 好 我們的鹽烘豬肝都做好了 接下來我們品嘗一下它的味道 咱們給大家加上一塊兒 嘗一嘗味道 好嘍 增加了很多豐富的味道 對呀 現在豬肝的層次感就出來了 是的 我蘸蘸這白酒 酒香味呢 立馬它有一種新的那種刺激感 乾而不柴 我覺得這道菜 能夠充分體現出陽光彩的特點 對 包括這個味道 還有層次感 吃這個外皮的時候呢 醬料的味道很重 對 吃到裡邊呢 這個豬肝本身的味道 就發酸出來了 它既入味兒 也能帶出豬的那個腥味 有道鹽呢 是國民生計的重要物資 在烹飪當中啊 鹽也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而且那個鹽呢 被稱為百味之王 它也是一個獨立的味道 我們做了三道菜 都是跟鹽相關 通過這個鹽的不同作用 也把這個食物凸顯出來 變得格外的美麽